蜀卷以梦,蜈蚣事件 蜈蚣粉 有很多朋友说 我是蜈蚣粉 蜈蚣粉 我听过酸辣粉 我听过螺丝粉 蜈蚣粉是啥 是哪里 是哪里的特色小吃吗 开玩笑 我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路透当时有个蜈蚣 其实也没啥 其实也跟我没啥关系 感谢那些远方那些待拍 我没抓 我可能碰了一下碰巧就给他抖掉了 我也不是什么英雄救美的这种 英雄救美的这种桥段里的主角 不是 我可能随手一抖 别把我整的 我好像是个英雄 Hero 不是 那天是特别逗 那天我俩在房顶拍戏 我跟李同老师 我俩房顶拍戏 拍了拍了 然后那天那场戏就还比较复杂 然后呢过了一会儿 大概有一会儿啊 大概就是我们拍了一半吧 十分钟左右 我听对面三喊跟他嗡嗡 但是隐隐约约能听到三个字 李同 隐隐约约能听到三个字 我还跟他开玩笑呢 我说 你粉丝给你应援 你这太火了 你这拍戏都有粉丝在三头给你应援 我可以啊 可以 可以啊 可以不错 你够够火 那个李老师代飞 代飞代飞 我又说 还有粉丝在三头应援 我这么厉害 然后是啥呢 然后开始他就指 我看对面那人在指 我说 我就看了一下 我说走光了 是什么事 没走光吧 没有啊 没事 然后我就还没看到呢 那家没看到呢 然后呢 我们那个草物也开始喊 我们的草物也 然后喊 啥 我完全不知道 后来就是 后来就是 后来你们在那个视频上 看了那个结果 可以可以可以 但我相信 我相信有一个特别神奇的点 是什么呢 那天那天是啥呢 那天特别逗 那天完事啊 我们知道是个大武功 当时那是 那天晚上那场戏收工之后呢 我还跟他说 我说 我是今天介绍大武功 不值一个热搜啊 肯定值一个热搜啊 结果果不其然 第二天早上热搜一 因为那个 那个虫的那个体量太大了 确实我说这个长短 应该是值一个 这个应该是值一个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更神奇的是什么呢 我相信有一天 很多朋友会去看我们这部剧叫做书卷一梦 当你们看到那场戏的时候说 就这场戏 就是蜈蜈那场 就是蜈蜈那场戏 我估计到时候弹幕就是这个 蜈蜈那场 打蜈蜈那场 估计是这场 所以到时候你们看那个弹幕 应该是这样的 蜈蜈也有戏份了 应该没拍进去吧 那条蜈蜈那天当了一把顶流 拜拜各位